94. 南方都市報 澳明年在中國視點六項簽證改革 2015年7月14日動泰斯大林三送金水近日 澳大利亞主管簽證事務的移民和邊境保護部副部長 麥克里亞·卡森訪問中國,並在北京宣布介一與度假簽證 卡森稱,澳大利亞將在中國視點六項全新的簽證政策 向中國遊客開放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中國公民輔導工作假期簽證 中國公民簽證的快速申請 在線簡體中文田社申請表 簽證申請在線提交 持電子護照中國公民可在部大利亞機場電子通關等 六項簽證改革將於2016年開始視點 十年多次往返簽證每次停留不超過3個月6月17日 中國和澳大利亞正式簽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澳大利亞政府自由貿易協定的同一天 澳大利亞移民與邊境保護部正式宣布了 對華實施十年多次往返簽證的消息 由此,澳大利亞也成為繼美國、加拿大、新加坡之後 第四個針對中國遊客提高十年多次往返簽證的國家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從2016年起 對中國公民試行十年期訪客簽證 有二多次前往澳大利亞的中國遊客可以申請此類簽證 每次停留期不超過3個月 申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申請人須繳納100澳元簽證申請費 十年多次往返簽證只適用於遊客,不適用於商人 也就事說這是旅遊簽證,非商務簽證 該簽證項目將實行網上遞交申請 並主打中國高端遊客市場 據悉,中國是澳洲第一個開放十年有效多次往返旅遊簽證的國家 四十八小時可辦加急簽證,支付一千澳元中國公民簽證的快速申請是指針對中國遊客推出的四十八小時加急簽證 2016年,中國遊客支付一千澳元即可辦理加急簽證服務 卡甚說,這市面向部分高價值遊客的服務 希望這此為澳洲經濟注入資金 中國是澳洲最大的、增長最快的遊客來源地 這些措施將進一步簡化訪客簽證的申請程序 歡迎更多人多次前來澳洲 澳洲政府已經開始為提交簽證申請的中國遊客提供普通話服務 自2016年起,新的普通話服務會讓有意訪問澳洲的中國遊客 申請澳洲簽證程序更容易 第二,更便值,為配合政府提高辦事效率 減少民獨主義的行動 澳洲簽證部門將於2016年全面推廣 針對中國和印度遊客的網上簽證申請業務 針對中國遊客,澳方已經開始實行網上申請簽證 到2016年網上申請將全面推廣 支援讓人留意